偷吃人夫 为1314元示爱 小三判刑三个月 台北一名女保险员 与已婚男同事搞外遇 去年5月 两人上汽车旅馆开房间 帮男生庆生 女生还会了5元 2元 519元和1314元给男生 代表我爱你一生一世 两人之后又到台中开房间 女生生日时更搞车证 即使两人分隔两地工作 女生还传私账给她欣赏 后来因为两人在车证时 留下卫生纸团才被抓包 台湾高等法院 昨天当这名女保险员三个月徒刑 得一颗法金9万元定验 宋新闻台北报导